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防部当时他们做了一场兵棋推演 这个兵棋推演来讲是非常正常 就是说只在战争的时候可能会的结果 当然在这次兵推当中发现了令美国国防部 还有很多军事专家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 他兵推推什么呢 推中美的海军 当然也有包含空军 在这个西太平洋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的胜算有多少 推一次输一次 推一次输一次 连推了好几局 这个兵推到最后用各种的推的结果 都是美军输给了中国的解放军 当然这个目标是放在2030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预估 因为兵推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真的这个使兵作战 也不是演习 只是就自身的条件跟对方的条件做一个比较 当然在兵推上一般的惯例是 把自己放在最差的时候 可能到2030年 譬如说他自己评估他的军舰 他的舰载机 他的人员 他的装备各方面 在评估中国依照现在发展的速度 到了2030年 就没戏 当然在这份报告当中 兵推美国会输 当然有人说是因为 这个美国国防部在 等于是制造一种紧张气氛 这个紧张的气氛是希望到 美国国会要国防预算的时候说 你看看我们兵推 我们要是再不给钱 我们到2030年就等着挨揍了 对不对 就吓那些国会议员 让美国国会议员就拨款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但实际上依照中国这些年 在军事的发展上 尤其是那种反介入 就是反介入的概念 就是利用这种 譬如说地对舰 对不对 或空对舰 或舰对舰 就是让你这些航母战斗群 就根本进不来 我的这个到我家来 在我家外面就把你挡住了 是这种概念 那最重要的关键是靠什么 就是中程导弹嘛 对不对 中国这些年中程导弹 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甚至有那种因素五倍的 刷什么之类的 对于这个美国的航母作战概念来讲 这是一个超级杀手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航母杀手 什么杀手 他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因为航母这个概念 当年是这样讲 在整个美国 在实际上最重要的观念是在 其实航母的概念非常早 就有这种概念 从船上面可以起飞飞机 但是在过去二战之前 海军的概念 就是属于这个叫做 无位级战舰的概念 言下之意就是 我的船上的炮要大 各位看过秘书李箭 当年不是日本人投降的秘书李箭吗 他的巨炮 听说要三到四个大男人 手连手 还抱不住他 你就知道那个巨炮有多大 他表面在甲板上面 是一件一个巨炮对不对 但他在船舱里面 足足六层 下面是弹药舱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机械结构 送弹药上来 都是一层一层的都有人 操作到巨炮轰上去 那你想那个炮弹 炮弹大概差不多有 大概将近两米多 那个光弹头 两米多 后面的药包 六个药包 每个药包那么大 六个药包 药包就是火药 推送炮弹 射出去 当过炮兵的人都知道 真的发射 各位看到那种 一般那种什么 放一个炮弹 一拉蹦出去 那个是后面都塞一个药包 不然你打不远 有药包才轰得远 所以呢 那个五位级战舰在当时 就从一战到二战之间 就是代表海军的主力 那时候航母还早累 航母还没 没有轮不到他上场 有啦 有人在船上实验降落 有 但是呢 军方不接受 在那时候的海军的概念 就是船上的炮 我越大 我 你还没看到我 刚看到我就把你轰了 对不对 你轰不到我 你炮弹打不到我 我就轰掉你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要这样 所以那个炮座那么巨大 对不对 一个船上光他四门 前面四门炮 那就可以把对手给轰得 稀巴烂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呢 德国啦 英国啦 大家都在造 美国后来也造了不少 那个秘书里舰是 刚下水不久 二战就结束了嘛 后来就 船很新啊 就拉到东京湾 让那个各国 看到那边去 等这个日本投降嘛 有点展示美国的那个军威 你看那时候没有让航母去 就是航母在二战的时候呢 他最主要不像现在 现在的航母啊 是打前锋 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 对不对 叫做主战舰 主战舰的概念呢 就是当第一时间 这个主战舰啊 要去主战场 跟对方交手 对不对 但是在二战的时候啊 美国曾经创下一个记录 称为啊 一舟一航母 美国那二战的时候 那个军工啊 那个在1943年的7月 到1944年的7月 一年的当中 美国总够50艘航母下水 是叫做卡萨布兰卡级的 卡萨布兰卡级啊 的航母啊 它之所以为什么能够那么快 一年做50艘 因为当时美国海军的概念啊 就觉得无畏极啊 这些船啊 在前面打前锋 我这个后勤补极的这个船啊 因为那时候没核动力嘛 要有运游的 运炮弹的 运吃的 喝的 对不对 大队人马在后面 跟着这个 这个这个无畏极啊 什么大往前走 因为中间还有驱逐舰啊 什么巡洋舰啊 什么后面的后勤补极舰 一群啊 就跟着浩浩荡荡往前走 好 那这个 他们在主战场打的时候呢 这个后方啊 要有保护 那谁来保护呢 就要找一种叫做 类似 护卫舰 就是小型的 卡萨布兰卡 级的那种 一万吨的航母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现在福特级 十万吨以上 卡萨布兰卡 一万吨 实际上来讲 它是小号的航空母舰 它也可以飞机起架 这个不多啦 但是呢 它可以保护后面的船团 防空 还有反潜 它是 有一点像 那个妈妈啊 带着小孩子出门一样 它保护的是后面 它不是冲到前面去打仗啊 到后期啊 这个随着战争的发展 才有这些前面的这些航母啊 往前走 去跟日本啊 在那打 对不对 所以 短短的一年 可以照五十艘航母的概念呢 颠覆了美国海军 原来那些将军们啊 的战术理念 就觉得说 哎呀 航母太厉害了 对不对 我等于是一个浮动的机场 我走到哪里 我打到哪里 所以后来美国啊 从二战之后啊 就开始啊 就开始走航母 海军战略 就是航母以外免弹 航母第一优先 所以美国做的航母到现在 已经从这个尼米兹级 做到福特级 但是啊 在今年的三月份 同时美国国防部啊 成立一个叫做 他这个全民应该说是未来的航母的这个应该是作战的一个方向概念 这个组非常的重要 他给他六月的时间啊 他没有你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呢 将决定 未来的美国海军还要不要继续生产福特级航母 此话怎讲 因为大家说 福特级不是全新的吗 这个弹射系统都不是传统的蒸汽啊 已经是这个电池弹射啊什么什么 为什么突然啊 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做一个那么重大的评估 在战术上要做一个巨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中国的反舰能力啊 越来越强的 当然啊 这个什么东风21啊 什么之类的航母杀手 美国人知不知道他的威力 知道吗 他是不是真的 还是中国吹的 美国心里很有术嘛 那是真的嘛 真的打了这种航母嘛 航母的目标太大了 动作太慢了 对方的飞弹太准了 怎么办 改变战术啦 真的改变战术 因为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讲一下 像当年二战之后 苏联 这个他本身啊 并没有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 就连港口都勉勉强强 什么黑海的啦 什么什么这边是那个 叫做这个海参尾啊 那边啊 他实际上没什么出海口 那对他来讲呢 在海军的发展上 当时啊 这个苏联刚刚在二战之后 就有两派理论 一个叫航母派 一个叫呢 潜艇派 一个说呢 我们要做航母 跟美国一样 你看在太平洋战场 打得多棒 对不对 把对方case 我们飞机舰载机什么什么 但另外一派呢 说那个玩意儿 大而无道 对不对 这个被人家攻击的时候呢 死得很惨 在二战的时候呢 也有航母被打成的 这个case 也不代表航母是永远不死嘛 对不对 所以认为潜艇最好 就可以在海底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 因为美国那时候航母不断的造 尤其在二战之后啊 他原来就那种军工力量 没有停止 所以苏联就 那个内部的力量就说 我们怎么做 我追不上他 他真的火力全开 他一年可以做五十艘 我做不到啊 对不对 我叫做不对称作战 我用潜艇 我躲在哪里 你不知道 我可能一艘潜艇 你一个航母群 谁厉害 谁便宜 当然我咯 对不对 我一艘核潜艇 带着核弹 我出去了 你不知道在哪里 一个航母舰队来追我 你多少人 开销多大 所以在后来呢 当时啊 这个苏联就决定 走不对称作战 那当然现在中国打的也是这种什么 不对称作战 我用反舰飞弹 比那个潜艇啊 还便宜 我就让你根本 反介入 你靠近不了 所以逼了美国现在这些年啊 刚开始不认 都说中国吹 吹牛 但现在呢 评估啊 要开始考虑啊 要不要做 甚至在这个报告 如果照现在推算 这些天啊 9月底就要出来了 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定下来的话 他们大概有一个方向嘛 这六个月子是做最后的等于一个 大概的一个报告要出来 当然最终 还是要国防部自己去决定 要怎么走 但未来如果真的定案 美国只剩下四艘航母战斗群 到了2030年哦 因为航母战斗群哦 太贵了 养一个航母战斗群 光航母的维护成本 运营成本 对不对 这航母啊 一般出去啊 大概一年多 都要进船屋啊 半年多 你就知道那个航母 不是说不用坏 像我们汽车 对不对 保养一下 一天 大概进个厂 顶多两天 航母一进厂 半年啊 就快的啊 如果要升级什么 一年 对不对 所以呢 前一阵子不是有一艘 那个美国两栖公路舰 什么 什么查理好人号 被烧掉那一艘 他就是进船屋升级 准备载那个F-35 这一年啊 在船屋里面 就坐着呢 不能出任务啊 所以航母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随着战术武器的改变 这个 这个整个战略要做调整啊 你还拉了那个 大航母出去就等着被揍啊 真的有冲突哦 航母一定是主要目标嘛 21 去的时候不会是一颗啊 搞不好八颗一起来 你躲两颗看看 后面还有六颗啊 你跑得掉吗 所以美国一听 一算 急啊 因为坐这个航母很贵 对不对 维护成本又高 到时候又挨揍 那不是白搭 好 现在开始思考 所以要评估了 很可能将来就是改 小心潜艇 因为现在有这个趋势啊 美国等于在实验 譬如说呢 他叫日本 出云集 各位看过 日本出云集 他那时候不叫航母 他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平台 反正取了一个 听起来不痛不痒的 但是最近啊 这两艘出云集哦 在干嘛 船屋 做什么 升级嘛 为什么升级 因为要搭载 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 你甲板啊 要有那个升降机啊 机库啊 位置啊 跟原设计不一样 原来带直升机 现在全部要改战斗机 对不对 它的载重啊 它的运转空间 什么这要重新 里面搞不好要改造一下 外面不会变太多 但里面要改 所以美国现在叫日本说 来你快改出云集 来用啊 然后呢 这个自己啊 他把很多这个 两栖攻击舰 也在改 也在改了以后呢 因为两栖攻击舰 以前的概念是 这个肚子底下 上面放些直升机 反潜 那之类的 他这个船舱啊 全部呢 是什么 登陆艇 我咚咚咚咚咚咚 对不对 舰炮先轰 轰 按上目标 轰完以后呢 我舱门一开 那个登陆艇 LVT啊 两栖登陆舰啊 气垫船啊 啪就从肚子里啊 出来 往岸上冲 这是过去的战术 现在呢 肚子里没东西了 是什么 机库 放的是什么 F35B 就是说 作战的概念 改变了 那上面搭载 还有什么样的直升机 鱼音直升机 在什么人 陆战队 他快速的把部队啊 往里面投送 两边夹攻 他不再是用传统的 正面登陆 因为 我们曾经讲过嘛 一般 要防守 那个枪都对着海上 对不对 你从海上来 我轰你 但他到你后方 鱼音直升机 把陆战队往后方投 所以最近啊 我看到一份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在这个陆战队方面啊 增加了武器 升级啊 拨了很多钱给陆战队 因为陆战队以前是 海军陆战队 有一点 好像不是轻生的 对不对 因为空军 你就是自己的嘛 对不对 都自家人自家人 海军里面有陆战队 就好像是陆军 一批人 依附在海军底下 但人讲的很好听啊 对不对 登陆都是靠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 但他的鞭子 永远在三军当中啊 最小 对不对 然后呢 都打头阵 打头阵呢 容易当炮灰 所以陆战队呢 是一个苦活 吃力不讨好 但是又不能没有 对不对 因为海军呢 要登陆的时候 他上不去嘛 一定要让那个陆战队 他总不能带陆军嘛 没面子 所以自己要有陆战队 所以陆战队要很汉 对不对 要挖人这样子啊 那个磨练啊 那现在加强陆战队 原来那种爹不疼娘不爱的军种 突然之间呢 大笔预算 装备升级 人员增加 弄得 突然可能现在在陆战队的这个美国 陆战队啊 突然大概觉得这是空前的 被受到重视 因为作战概念变了 作战概念变了啊 那当然呢 在这个过程中 兵棋推演的时候啊 美国当然现在我们刚刚讲前面 回头再讲到兵棋推演 他这个兵棋推演现在在一直推 他现在想改变战略 将来用小型航母 对不对 分散他的兵力 因为他知道 中国现在对于反介入这个能力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 当然碍于国家机密啊 这个都不能讲啊 但是美国战略战术的改变 就代表 他是已经知道了啦 什么007 008 009 大概都回报说 不妙啊 不妙啊 咱们快变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啊 一个反介入还有个大问题 因为美国在中东 东欧 还有当然亚洲的韩日 部署了这些兵啊 其实是蛮大的一批战力啊 就部署在这边 不能动的 比如说东欧 他等于要牵制俄罗斯嘛 对不对 所以在东欧还有很多驻军 前阵不德国吗 撤了一些到哪 到波兰吗 中东 什么伊拉克 阿富汗啊 这些又摆了一大堆 那日本韩国 为了牵制中国又摆一大堆 但是问题是啊 当真的作战发生的时候 以中国现在反介入的概念 会造成啊 韩日美军 后面啊 给你断了 没有援军能进来哦 你就有多少 就跟我玩多少 这是一个美国现在比较害怕 担忧的地方 甚至连关岛 什么B1 B2 B52 都出不来了 所以你看前阵子不就一段影片 对不对 但是后来被撤掉 啊 就三滴模拟啊 什么中国解放军啊 攻击啊 他没讲明啊 但他一看那不是关岛吗 对不对 紧张得不得了 代表什么 中国有一定能力 他其实就是暗示你 你不要太过分 我有办法对付你 所以现在美国担心的是这种 反介入能力啊 他不是挡你第一波 他是断你后面的 有人说 反介入 我日韩有重兵在那啊 你重兵要后援吧 你耗多久 对不对 当真的情况发生 他用这些飞弹啊 就布了一个反介入圈 外援进不来哦 你说我中东调兵 你进不来哦 这个战区 东欧也一样 掉不回来 美国本土 他也不敢动吧 还是要守住本土啊 所以这个战术啊 就会让美军 不推则已 一推啊 这个 大概都已经有点吓坏了 所以 这个兵推是很有趣 曾经我看过一个兵推 说在80年代 当时啊 这个 这个美苏冷战嘛 苏联那时候 重坦克很厉害啊 做了很多重坦克 就部署在 这个 这个等于是 北约跟华沙 的对界 边界的地方啊 这边苏联就重坦克 都有很多部队在这 当时美国怎么兵推 在欧洲所有的 北约部队 真的跟这个华沙 如果开战 苏联的苏斯坦克啊 就会呢 一直可以开到巴黎啦 简单的讲的欧洲就要挂掉了 美国援助调兵潜将 各方面再马上扑上来 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只要那边一决定 如果苏联下令说冲 对不对 把那坦克车就可以直接开巴黎 就代表欧洲就完了 所以美国那时候呢 兵推的结果 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挡住苏联的坦克车 原子弹 还真的部署哦 美国那时候冷战的时候 在欧洲啊 部署了很多原子弹 用来干嘛 对付苏联坦克啊 当他几千辆 坦克车来的时候啊 我挡不住怎么办 我就只有丢核弹了 你看到那个地步 但这是兵推 可是哦 兵推归兵推啊 真的 你看这个伊拉克战争 在这个美国对付伊拉克 入侵科威特的时候 还不是把那个 打得稀里花 但那个到90年代 跟80年代 美国的武器又升级嘛 什么制导炸弹啊 什么激光啊 雷射啊 什么都来了 准确度又高 还有夜市仪 对不对 伊拉克军队晚上摸黑 美军 嗯 夜市仪 清清楚楚 棒棒棒棒棒棒 一个一个修理你 所以科技也是一个原因 好 回头讲到最后这一个话题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实在在改变啊 美国在全球称霸的这个态势啊 也倍感压力 所以加上美国现在随着时间的推展 大选一天一天的逼近 当然呢 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有那种雄心壮志 需要重振美国 但是美国真的应该在这时候 真的静下心来 不要被那种选举的激情啊 给推到一个无限上纲一样 其实美国人真的应该冷静的想一想 在此时此刻 世界是如此之大 对不对 你不断的对立的结果 只是身高矛盾 实际上对美国未必是好 对不对 所以如果美国能够 慢慢去调整心态 更接纳啊 对对手的话 这个世界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吗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我们继续朝24楼迈进 当然来说呢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要犹豫订阅吧 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天都推送好节目 跟你一起分享世界新闻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